一双星红的眼睛正如我四目相对 刹那间我只感觉自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对方没有给我任何反应的时间 懒得哭向我 我忍着令人作呕的血腥味立刻缩回了脑袋 迅速关上了门 紧接着又是一阵杂门声传来 我紧盯着面前的房门 捏紧手中的水杯 悄悄往后退了几步 想看到宿舍还有没有其他战手的武器 过了半晌 门外的动静再次停止 因为有了刚才的教训 我不敢再盲目开门 摸了摸自己的额头 难难自语 真的 真的是丧失爆发了 正在我愣神片刻 安静的走廊上又传来了一声淒厉的惨叫 看来又有不知情的同学被咬了 我尽可能的让自己冷静下来 观察有没有逃离的可能 走向阳台向楼下望去 我现在身处六楼 要从这儿下去更是难如登天 我顺利阳台朝对面看去 对面的男生宿舍 看起来比我们女生宿舍好不了多少 只见五楼阳台上 正站着一个满脸绝望的男生 她身子紧紧地靠在围栏边上 眼睛时不时转向从阳台通往寝室的那扇玻璃门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 只见那扇玻璃门就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 上面已经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裂纹 下一秒 只听哗啦一声 玻璃门音声破碎 那人闭上眼睛纵身跳了下去 通通一声巨响 看着眼前惨不忍睹的画面 我不禁屏住了呼吸 本以为事情已经结束 可没想到 就在男生跳下楼后 她身后的丧尸也跟着她一起坠落 只见那三个丧尸摔下楼后 就像感觉不到疼痛一般 挣扎扭曲着重新站起来 然后追追撞撞 朝着已经死去的男生扑去 不出意外的 那个被啃食的男生没过多久就重新站了起来 而后也加入了丧尸大军 我悠悠叹了口气 缓了一会儿之后 肚子却不合时宜的咕咕叫了起来 转身回到宿舍里想找一些能果腹的东西 毕竟末日之下 保持体力也是很重要的 我自己是不爱买零食 童亚平时为了保持身材也不吃零食 只有萍萍总爱在半夜敲咪咪的偷吃 想了想我直接打开了萍萍的衣柜 发现下方抽屉都是零食 萍萍 你真是个好人 我感动得都快哭了 看到里面还有方便面 我突然想到了什么 跑到卫生间 拿一切能用的储存水的工具 小声的接着水 现在手机没信号不说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很难说什么时候就会陷入停水断电的状态 我拿起一包薯片 回到阳台又观察着外面的情况 想到早上群里的聊天记录 卧槽 我坐在窗户边 你们猜我看见了什么 刚刚对面五楼走廊的一个学生 把老师扑倒在地上狂填 我嚼着薯片 分析着现在的情况 既然赵鹏说的是对面五楼 那我的同学们应该不会直面第一波混乱 但即便如此 在教学楼那种人多又难躲避的地方 一旦人群爆发丧失 后果可想而知 说不定 熟悉的同学里已经有人丧命了 想到这里 我心中难过的同时又有一丝丝庆幸 如果不是我在宿舍睡过头了 那我未必能在混乱暴动的时候撑过去 想到室友 朋友 以及根本联系不到的家人 也不知道家里那边什么情况 顿时眼眶有些湿润 真不明白 为什么昨晚上睡前都好好的 怎么睡了一觉就变天了 就在我思考时 对面楼又传来了新的动静